何時停建以後 台灣社會必須在產業政策、能源政策、節能政策做一些調整 過去100年北半球增加了0.7度C 而台灣的都會區則增加了1.5度C 台北市在夏日中午的時候 溫度也比周邊的郊區高出了4.5度C 熱導效應最為嚴重 用電量在夏季最多 而在夏季當中又以中午時段達到高峰 因此要讓空調省下來 最重要是要降溫 台北市熱導效應最大原因是過度的水泥化 道路及建物吸熱但不散熱 分熱的天氣增加 使用冷氣的時間日速也增加了 節能策略1 要把台北市建設一個水冷散熱的海綿城市 鋪面本身是可以透水的 然後在空隙當中有沒有 並沒有空死 還可以讓水混下去 這種透水鋪面 在下雨的時候可以讓水滲到地底下 不會激在地面上 然後在太陽出來的時候 這些水就可以蒸發 來降低整個環境的溫度 在路面上就使用這種透水滴氫 這也是透水路面的一種 市區的道路或廣場 要改成透水性的鋪面 另外在空放地多設一些儲水池 收集一些屋頂跟路面上的積水可以流進去 如果下雨的話它也可以儲存水分 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它就可以散熱 要全面綠化 種樹不砍樹 屋頂要綠化 要開放空間 廣設儲風池 讓大地有機會吸收及儲存雨水 有助於降溫 節能策略二 要推廣綠建築和智慧建築 公共建築必須是節能省電的綠建築和智慧建築 一般建築凡是用電低於標準的 電會應當給予打折優待 用電超過標準的 則市政府應當聘請節能公司 免費協助輔導改善 凡是使用隔熱外牆 遮陽板 隔熱玻璃 省電照明 省電設備 政府會協助融資 給予一定額度的補助 甚至直接從房屋稅跟地價稅來抵扣 至於開源方面 我們必須積極發展太陽能 比我們條件更差的國家 像德國日本 在過去幾年都在大量發展太陽能發電 只要台電願意以合理的價格來收購 我主張公開招商 由發電廠商來投資設立太陽能電廠 自主發電來供應兼通用電的需求 至於如何使用公共空間來設置太陽能板 像快速道路 捷運高架道 和平高灘地 南向的山坡地 都是可以利用的 其他還包括採購綠能農場的農漁產品 未來台北市將鼓勵優先採購綠能農場的農漁產品 例如太陽能溫室和風力電廠所生產的農漁產品 未來傳統的能源會越來越貴 而核能又不安全 我們要積極調整台北市的產業政策 能源政策和節能政策 努力的開源節流 柯文哲當市長 我要讓經濟成長 但用電零成長 請看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